這軍拖下去 中國人突破崇尾 不會拖下去 他感覺台灣人對他都很不友善 對 他感覺中國人對他都很友善 對 這就是真正 我們現在在探究心態為什麼是這樣子 是 我想到這樣以外 大家有看觀眾看到那個中文部 佛光山大動員 佛光動用怎麼 這個佛光法會的怎麼 所有的那個大動員 連屏東都被動員去的 我站在屏東正在走 他們就說今天要去做什麼 我說到底有什麼法會 結果最近到底有什麼法會 他說就是馬總統要來 大動員整個高屏地區的 佛光山系統的動員 將來中部的中台禪勢 也為了現在選舉快到了 整個強力的介入 真的是宗教歸宗教 政治歸政治嗎 沒有錯 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態度 還是追宗教歸政治 政治歸宗教 我們希望宗教歸宗教 政治歸政治 但是問題是 有一些領導者不是這樣想 他們把變成宗教是做政治的方法 這個符選的工具 那有些政治 這個宗教領袖 也樂此不疲 甚至來干預整個政治 這是我們所沒辦法接受的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馬英九 他剛才那個總統發言人 說我看不見 我們大家在外面 畫面會說話 然後我們現在有看到 媒體的時候說 握拳要去打 實際上沒有那麼嚴重 地章名片有那麼嚴重嗎 但是他們的發言人就是 一位就是把人家先抹黑 就好像那個文傳會的 大家在討論那個專薄龍 就幾天說 美國國會批評台灣 美國的一個報告說 台灣的國會亂 他都沒有民進黨多小 還有兩位美娃多小 我就要他交而已 要更正 那個文傳會喔 對… 那個什麼媒體 無偏運動 那個 根本是有色運動 這個 只要一點 丟一點那個 一個主委他就看他了 往來忘掉原來 既有的知識分子 良知已尊重 他真是無偏喔 真的是無偏喔 這個他就專門造假 文傳就這樣 整個國民黨是服務院黨這樣做 我有一個人我覺得一直要強調 剛才一個觀眾 摳恩朋友說得很好 馬英九從沒有為 所謂的假農民去跟人家道歉 他在我們這個木瓜園 是你農委會安排的 去這個木瓜園 這個嚴信婦人的木瓜園 後來人家給你陳情 你聽到沒辦法跟人家說人家吃農民 第二 永久府的事 為了馬總統你要去 這些永久府 全部是民間館祖的錢 全部是民間館祖 要這個重建委員會 責成這個紅十字會做平台 為了供應你過去 把人家時間都要拉提草 然後假造一個場景 然後把樹什麼全部離走 全部挖光光 馬總統你對這位要說 你要把全國的民家道歉 為什麼這樣造假 你要懲處相關安排這樣的人 而且你要對哉民也要道歉 我記得 我覺得台灣人民 他不要又嚇人 說馬英九 為了這種問題來道歉 黃英九問這是什麼心態 這種我就說 叫做殖民者的心態 全世界殖民者 你看 英國人在印度 英國人會到印度 那個基杖的背心說這樣到底沒有 不可能 你是被殖民 他是殖民 不要怕你看到那個要拿民筆 那不是警方說的 我們怎麼知道 要調查是這樣 你總統府辦公室說的 又是要抗議 是人家拿民筆 是警方辦公室說出來的 不要說這個人 連國會立法委員 陳盈 就去打在外面 民主國家 在美國什麼人 對一個國會議員這種態度 好 你的總統來請主席 但是在台灣 他是殖民者 你的國會議員算什麼東西 跟我們不夠看 中國那邊人來 那是他的同胞 他們是來這裡的殖民 在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馬英九看到中國公共客 他很高興 主動走過去 那一群公共客不在他的行進路線 他一直看到 很高興 主動走過去 馬英九看到台灣人民 不管是跟你認證 或是說有事要跟你說的 是主動 或是說被動 叫警衛把它隔開 隔得遠一點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心態 所以現在連隨父 就知道馬英九的好物 看到中國公共客 要去報馬英九沒有關係 這個不會有造成傷害 看到台灣人 要拿名片 以為他是要攻擊馬英九 我們以後只好要接近總統 只好全衝中國公共客 對 我們只好打扮成中國公共客 這樣你金片子要稍微練一下 不然你沒辦法說 其實很簡單 維護總統安全有沒有標準作業程序 有 絕對有 國安局特行中心也跟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這兩件事 標準差這麼多 如果說今天是標準作業程序 要壓制 要帶走 交友警方處理 那天中國公共客 為什麼沒有壓制 沒有帶走 沒有交友警方處理 還是你認為 中國人不會 你放心 中國人對馬英九很友善 他不會傷害馬英九 台灣人 你們這些台灣人 都很討厭馬英九 都很想傷害馬英九 如果你真的是這種心態 我覺得是馬英九 你自己去檢討 為什麼你一個總統做三年外 看到台灣人 你會怕 其實台灣人不是跟你說快 也沒有拿武器 只不過是有一些聲音 要跟你說 要告訴你聽 結果你快要怕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這個總統 你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 但是他心裡搞不好真的很害怕 都可能 尤其是在高雄 我再請大家看這一張 我說台灣的民意不是這樣 所以不要去想什麼統派媒體 什麼空心菜 聽那個不好 他們要怎麼講 你真的沒辦法 但是台灣的民意 趨勢是 民進黨的票越來越多 最後還是過半 這是花了22年的時間 最後過半 你看 管治黨 議員五都130對130 對 總統大選從21% 選到50% 我說近年應該是差不多50%左右 會不會上我不曉得 但是對21%變50% 我想請問 是什麼樣的因素 大家覺得說 這個還會暴力 什麼貪腐什麼 這個什麼 戰爭 但是還是選他 其實我今天看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看到希望跟曙光 過去沒有一個人會這樣說 請大家看 今天記者 跟國民黨都問蔡英文什麼 ECFA你怎麼 ECFA你怎麼 ECFA你怎麼廢 蔡英文說 ECFA是不是公投訴諸民意 不好意思 訴諸民意的意思是什麼 人民決定 還是公投 對 這個總統這個叫做民主 有爭議 不是我決定 馬英九的執政是說什麼 你們只有同意 我決定你們只有同意 九二公司就是這樣 不可推翻 不可推翻 推翻 你們後果嚴重 蔡英文是說什麼 公投 民意決定 不是我蔡英文決定 不是民進黨決定 我說這個話有力量 台灣百姓的同意 由我當家作主 什麼叫做2300萬人 決定我們的前途 這個就是落實 這就是實踐 是不是我們需要 鳳一 這句話2300萬人決定 馬英九在上次選舉有講 對 這次選舉會不會講 不敢講 不會講 就跟以後敢不敢講說 身為台灣人 死也是台灣人 不會 蔡英文隨便講個 我是台灣人 鳳一 就轟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意識其實慢慢在深化 民黨的票其實靠這個成長起來 今天馬英九 你不要那麼怕台灣人 你選舉是要台灣人才投票 陸客給你雄爆 那些陸客是不能投票的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跟你會 你的選票硬要拉下台 你的選票跟你提供聲音 硬要去判 馬英九你再繼續弄下去 你看你會有票 是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百姓的看見 好 好 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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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 那麼等一下 我們再開放給大家考慮 來先休息這廣告